Hi YouTube大家好,我是李伟康 今天是5月25日和大家分享一则新闻 这个新闻是说内政部在两个礼拜前 就搜索了瑞士手表品牌 Swatch在马来西亚的专卖店 并充共据称是 宣扬性少数评权的彩虹主题系列手表 从这一个新闻来看 我们不禁会问 团结政府真的会比较开明 中庸,比较马达尼吗 首先,什么是性少数呢 那是我们平常说的LGBT群体 LGBT这个事母呢 代表了lesbian,女同性恋 gay,男同性恋 biosexual,双性恋 transgender,跨性别人士 而彩虹旗呢 也被称作性少数骄傲旗和同志骄傲旗 是一面象征性少数群体的旗帜 说回这个新闻 这个事件的起因呢 是因为有网民将这一系列的手表放到网上 而引起了当局的关注 然后呢,就有了后面的这个充公行为 虽然在媒体的广泛报导后 内政部很快就停止了有关的行动 但是,the damage is done 从公关的角度来看 Swatch是一个国际手表大品牌 马来西亚小题大做的居然出动执法单位 去充公手表哦 这肯定会有损马来西亚在国际的照商形象 因为从世界的趋势来看 越来越多国家呢 也开始尊重个人的新取向 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呢 也即将废除一些法律条文 让男同性行为除罪化 而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呢 我能感觉到 团结政府似乎掉入了和国盟 伊斯兰党 竞争保守路线的恶性循环 讲得白一点 好像大家都要争取成为这个 穆斯林教义捍卫者的唯一角色 而这一个策略呢 我看起来是必多余力的 因为在保守派人士的眼中 你团结政府的任何行为 都不太能够争取到他们的选票 有幸人士呢 总会找到其他的课题 见风插针 真的别天真的以为 学回教党的保守 就可以得到回教党的保守票 这个过程中呢 你只会流失原本希望 看到马来西亚更加开明的支持者 虽然没有证据表明 这个指令是内政部下达的 但是在政治上呢 下属往往会过度揣摩上市的意识 希望团结政府 以后真的能本着 开明和马达尼的好意 向执法单位清楚地表达 避免再让类似的事情发生 毕竟比起投入资源 在新少数这个课题上 这个国家 要值得做的东西还是太多了 比如公民权的申请啊 扣留所的命案啊 新暴力事件等等 很庆幸的是呢 在整个事件中 有一些在团结政府里面的议员呢 都公开出来表达 不认同内政部的行动 他们分别是行动党的周宇辉 共振党的赵俊文 母大党的阿米拉埃莎 和马华的黄少敏 诶 没有错 就是少人民政 或许在我的观众朋友里面呢 会有人不认同LGBT群体哦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呢 就是不能忽略了 他们的存在和权利 他们同样的为这个国家缴税 同样的为生活奋斗 同样是我们的同胞 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同事 他们应该获得尊严 尊重和接纳 性取向是一种选择 而不是一种疾病 他们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性取向 而蒙上污名 性少数评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哦 在我这短短的几分钟影片里面呢 没有办法做很深的讨论 如果有疏漏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涵 你对内政不充公彩虹手表的行动 有什么看法呢 无论你是支持或反对也好 都欢迎你留言和我交流 我是李伟康 一个进入中年的网站工程师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我们下个影片